心很软,但是狠起来吵吓人的四大心作女,因为性格或者是其他原因,有些人的内心和表面是不一样的,我们在生活中遇见的大多数人,内心都是非常柔软的,待人温和,落落大方。 然而这些柔软的人,却从来不受人欺负,这是为什么呢?因为这些人一旦心狠起来,会让所有人都害怕,这大概就是该狠的时候绝不留情的那种。 十二星作中就有四大心作女是典型的心很软,但是狠起来吵吓人的。 白羊作,第一名 白羊作温柔这是大家都知道的,白羊作特别像一个知心大哥哥大姐姐,无论是对待熟悉的人还是陌生的人,都是一副温柔的样子。 白羊作说话轻声细语,好像根本就说不好重话或者狠话,但是这些也不过是表面现象,白羊作没有被真正的惹毛,一旦被惹怒了,白羊作的脸就会彻底的垮下来, 而她的手段也是相当狠的。 射手作,第二名 射手作是比较好说话的一类人,他们为人大方不会计较太多,有时候被别人占了一些便宜,射手作也会当作不知道,或者是一笑两只,不会去追究太多,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射手作的那些是非常柔软的。 但是也不要肆无忌惮的去挑战射手作,欺负它们,射手作的好脾气,只表现在心情好的时候,一旦心情不好,射手作就会彻底爆发,这时候的它们,是别人都没有见过的可怕样子。 双鱼作,第三名 双鱼作非常喜爱小动物,它们心思敏感,爱心泛滥,尤其是对可爱的人或是,总是没有抵抗力,这样的人注定内心是非常柔软的,因为容易心软,容易同情别人。 很多人仗着双鱼作那些柔软,就不加掩饰的去欺负它们,可是却忽略了一句话,其实心软的人狠起来才是最让人害怕的,因为它们可以有爱心,也可以很绝情。 双子座,第四名 双鱼作一向是神经大条,大大咧咧,开开心心的,好像双子座不会有什么烦恼一样,主要是双子座想得开,而且那些柔软,不会计较太多。 但是双子座这是最不好惹的一个,脾气一向有一些暴躁,双子座平时都非常收敛自己,一旦把双子座真正的惹生气了,它们就会变得很绝情。 哪怕平时关系很好,此时也绝对不在乎对方的感受。 很多人看到爆发之后的双子座,都会被杀到,也万万没有想到,它们会有着如此吓人的一面。 心软的人很受人喜欢,同样也很受人欺负,心软的人总是会答应别人的要求,毫无条件的去帮助别人,却总是得不到自己应该有的回报。 其实,大多数人心软并不是要求别人付出什么,只是习惯性罢了,但是同时切记,心软也不能够毫无底线,我们更不应该就过分去热怒那些心软的人。 因为这些人既可以全心全意的对别人好,也可以不顾情愿的狠下先来,到时候的后果,不是哪一个人可以承受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